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酸 我們今天要來繼續玩Squad Buster 那目前呢 可以看到我的角色開啟蠻多了 甚至四戰沒拿到 然後我同時也來到了第二個地圖 這一個 沙漠地圖 沙漠世界 大家來體驗一下這個地圖 跟上一個版的差別 然後同時呢 再過不到半小時 應該就會進入新的地圖 那目前是封測了第三天了 所以 剩不到7點的時間 那我們來好好的享受一下這個新遊戲 希望可以看到它這個順利上線 我把螢幕移走 好 如果你沒有看到第一集呢 我先跟大家簡介一下 這是Supercell出的新遊戲 但現在是處於封測階段 意思是說還不一定會全球上市 但我覺得機會應該蠻高的吧 就是我覺得以目前他們投資的這個程度來看 離遠一點 畢竟我這個 目前這個隊伍裡面沒有打手 要打起來我可能比較難贏 好 吃 血量也偏少 我需要野蠻人 好 野蠻人的 每張卡都有他自己的 定位在 可以喔 殺贏了 跑不掉了 yes 好 野蠻人是 這個可以進化成 精銳野蠻人 就單打很強 然後 鷹眼呢 就是射手 他 對於 打這個怪物呢 會有兩倍的加成傷害 所以用來清怪很強 然後雪莉就是他那個散彈槍嘛 如果我玩波斯他應該不陌生 他只會開出大招 那個可以用來擊退 擊退其他玩家 或是擊退其他單位 好用 然後一分鐘的時候才會 其實主要還是這個寶石爭奪戰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掠奪資源 搶越多金幣呢 然後開箱 開箱讓自己的團隊組織更大一點 然後到時候跟其他 玩家搶資源呢 就比較不會輸 好 我們走 我們目前的寶石還是比較落後一點 第一名已經來到22顆了 這個應該是剛有清一些 單位 所以拿到一個比較 哦 他在打耶 走囉 哇 直接被清掉 偷吃別人的東西 被教訓了一波 好 這個來到第二個世界呢 第二個地圖呢 這個玩家也變得更加精明一點啦 大家都也會打對方的屁股 然後目前這個遊戲就是在加拿大進行封測 然後加拿大以外的地方呢 就是可以拿到這個創作者的 連結 對 所以我們都是封測的玩家 好 開開箱 趕快召喚我們 我之前有玩過伐木流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裡面一個角色是Greg 然後Greg就會 之後他可以伐木 然後在隊伍裡面全部都是Greg 專門伐木 覺得好笑 好笑 打贏嗎 我可以 幹嘛跟我這個浴血奮戰啊 真的是要走一個跟我同歸於盡的路線 這個資源要重新累積了 我們還是要召喚一個 可以進戰的單位 那個龍有點可怕 離遠一點 追著玩家打 趕快再開一個箱 攻擊可以拿跑鞋 我覺得跑鞋蠻重要的 是一個 避戰或追擊的手段 然後野蠻人 需要一個 單打 能力強一點的單位 好 這個龍跳走了吧 好 這邊有單位 我們來吃他 他吃掉 不小心 拿到了別人的 好 走 有東西 跑鞋 讚 我們可以拿 我們這邊再來 我們這邊再來 多開一點寶箱 等下就要去中間跟別人 撕殺 激鬥 好 可以 這裡 寶箱開起來 再拿一個攻擊 準備好再衝進去 一分鐘的時候呢 綠色寶箱 綠色大門即將開啟 這個龍現在還在 我把他宰了 有東西要吃啊 我把這個大怪清掉 我們等下 中間這些東西 這是七吃 二十九顆 我目前是第一名 發展這個 中央區域 開起來 大招開起來 大招開起來 把他全部清掉 哇 超多東西 滿滿的 這個 這個 這一波累積到七十顆 好 再來 這個 滿爽的 最後一波會戰有打贏 看起來就是 你可能要稍微評估一下 這個隊伍 因為對方剛剛很多小熊 他們主要是肉坦 就是對手可能坦會蠻強的 但我剛好看他這個 攻擊力可能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 就比較有信心可以贏過他 好 這個 這個開局就拿 爆武 叫他鷹眼 一箭一隻 因為他打怪攻擊力特高 就是 多百分之百的傷害 哪一個近戰角色來 擋在前面 好 追擊他 B戰是對的 有時候會不小心 腦衝想要跟人家 激鬥 好 來 我 差點死掉 哦 他在打 來 趕快 撲 沒 螳螂補償 黃雀在以後就是這種狀況 劍好就收 然後不贏就走 他來追我們 要跟他打 看破寶箱 小熊 現在畢竟才2分鐘 這一場比賽遊戲4分 4分鐘 這個新角色 他可以抓蜜蜂 場上之後他可以抓蜜蜂 雖然我覺得蜜蜂效果沒有很好 但可以給大家 展示一下 樓上有人在激動 我好像打不贏他耶 還可以喔 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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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蜜蜂就是 小血 啊 我想要 吃點補包 這個 生命力狀況沒有很好 來呦 吃不到 想吃補包沒有 人快死掉了 好 我們要去中間 吃寶石 中間都沒有人來 我們就先來搶一下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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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不贏他 他等級很高啊 嗯 開了一個 冰凍 但其實我就是 多搶一點 哇 快走喔 剛搶了一波 抓個蜜蜂 抓個蜜蜂 耶 我剛搶到那一波 拿到第一名 反敗為勝 恭喜 恭喜 你贏 可以 好 還不錯 當對方在施殺的時候 我們剛在 煎寶石 勇得利啊 好 再來最後一場 這個 稍後我們就可以體驗到這個 新的場地了 想說 每天都來 發布更新一下 目前的這個 Squad Buster的 豐測狀況 還有體驗心得 給大家來評估一下 這遊戲值不值得 那個關注跟投資呢 畢竟我個人是 Supercell的這個粉絲嘛 愛好者 然後他們出了遊戲呢 然後關注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成為現象級的遊戲 但現在是還在封測的階段嘛 所以 這個 當然是期待有更 更好的遊戲性 或是遊戲表現 不然他現在就是跟 整體跟Postar會比較像一點 反而 TA感覺是比較接近的 好 這個 前面這個紅衣服的就是Graig Graig可以伐木 伐木的話其實支援蠻多的 他打我 因為我的角色偏弱 我打不贏他 先離開再說 多布林血量也是很薄 打不贏 快點 快死了 先走來說 洛洛強著世界 仗著人多在欺負人 我覺得開局沒有很順 希望我等一下這個逆風可以 追一下 喔 他屁股 殺到一個 撿到 這裡有一對 我應該有機會贏 我可以這個都是射手 這個 殺起來沒什麼壓力 來走一個 又一個 資源就默默的累積上來了 好 再拿一個 野蠻人 這個湊成金位野蠻人就 強勢一點 跳起來很痛 不行他想要偷我們的東西 可以 能贏嗎 能贏嗎 可以 有機會 撲屍 不行不行 要輸了 OK 我錯了 我笑死 我進來 反殺 反殺成功 剛剛這個 拚手術啊 趕快衝去 趕快空去拆寶箱 再召喚一個隊友出來 好 現在還是第二名是吧 跟第一名 差了兩顆 我需要 再開個寶箱 然後 可以 從中間走 他在這邊吃 哇 有點辛苦囉 先不理他 哦好多 反賣為勝 哎呀這個人喔真是貪心 那個追殺我的過程 想不到我這樣子 繞了一圈 忍度負重 就是為了要吃個寶石 好 這個 我覺得 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啦 就 看一下這個 遊戲性能不能再增加 然後地圖 有不一樣的地圖體驗的話 我想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然後後續有更多的這個遊玩心得 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 各位 掰掰